我感觉挑好日子出门踏青 我所在的城市却绵绵细雨连续一周 明星和我们不同 无论出什么状况 该参加的活动还是得一场不落 从赵丽颖走上大女主路线 多久没见她有粉粉嫩嫩的造型了 品牌很有心 连顶摸头也变成了人偶看秀 赵丽颖穿上是不是也像娃娃一样可爱 而本周除了这一套 赵丽颖出席微博之夜的装扮 却陷入了一场粉丝4X之中 而赵丽颖当天连穿两件2021春夏高定 她的造型师米塔莎发文 称迷人的赵姐 也已刚发布一个月的2021春夏高定 这条是Alina Serbico2021春夏高定 因为造型师特意强调了时间 所以被杨幂粉丝质疑是在内涵杨幂 随后杨幂大粉发文 只追求高定当成KPI式的 肯定不是一个合格造型师该做的 当然高定出来的成品也没见多好看 言外之一 赵丽颖的红毯造型不斑斑 她当天还有穿一件 DOR202的春夏高定 暗红色的连衣裙 说实话看起来有些堪平无奇 连版要大胆许多 赵丽颖先是动用中国明星祖传的缝胸口手艺 接着又默默加长了裙子的内衬 对此 我只想说女明星穿衣服能不能不要走疯胸口 以及对于女星红毯那人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电视剧品是圣元 当场女星除了两个高定大部分都是过季款 对童瑶可能她距离常经验我吧 导致我对她的红毯期待很大 但每次最终呈现都离经验感觉还是差了口气 中间江书颖恰好相反 距离眉头摇亮眼 红毯总是经验人 例如这次的流金香槟糖裙 来自典雅的Italia Pronovias 整体裙子珠酸和煎饼普普通通 但在她身上就能穿成过去温婉典雅的名刃圈巾 江书颖脱离红毯环境 每次私影就又普通了起来 并且以前我怎么没发现 她这么适合黑色 粉丝有抓拍到几张 她披了条黑毛毯在礼服外面的上班照 甚至比赛场内单穿相比礼服 还要有氛围美 这张照片来源见水印 三人合照里 由于身高影响毛小彤本来就最吃亏 这次的礼服说实话也不少很称她 尤其喜欢这张封面 展现的背部线条 游泳跳水锻炼出的流畅肌肉线条在身 比纯粹恶瘦的女明星 更是刚柔并极美丽极了 姑娘出海吗 姑娘去吹海风吗 姑娘一起打球吗 以及要一起打高尔夫 一起杀开仗做作吗 女生看了谁不想和她过个悠闲 又美好的周末呀